大家好,我是白神木马人唐大叔 那天介绍皮卡的时候 谁跟我说他最喜欢Night Edition 没有介绍的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台Night Edition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轻轻北美代购 独家赞助播出 现在在我们面前 就是一台全新的2018年的RAM 1500 到期供养皮卡1500半吨皮卡级别的 从科技和技术外形配置的角度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人 运动版是大家可能最喜欢的一个级别了 2018年唐大叔第一个介绍的 就从运动版开始 因为它的一些东西 一会儿唐大叔会细讲 首先这台车就是运动版的Crew Cap 但是它配了一个6寸4的长箱 唐大叔之前讲过可以去看一下 一共三个级别 两门版的我们叫Regular Cap 四门版短一点的 后面箱也是6.4长的 我们是Qua Cap Crew Cap那四个门一样大 一般配短箱5.7 这个稍稍特别一点 所以看上去整体会长一点 Night Edition是一个运动版的特别版 算是它其实是黑色主题的 所以叫夜晚版对吧 黑灯下火版或者 首先它前脸不太一样的 一般的运动版是一条一条的 这个是这种风格的 就是有点粗犷 很多人也喜欢这样子 同时公羊头标志也变成黑色了 对吧 这个是黑 第二的话 它的轮毂是黑色的 特别漂亮 很多人原装的是银色那种 他们拿去自己喷漆 效果是不如厂家直接出来好的 就不会掉漆 掉颜色那种 一个20寸的配的全地形轮胎 旁边踏板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我觉得选的黑色的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这个颜色我们叫 Granite 或者Granite 是个钢灰色 或者苹果的说法就太空灰了 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最重要了 Night Edition 另外一个特别 除了前脸不一样 就是后面这个RAM标志 一般的皮卡没有这个RAM标志的 同时它所有的logo也是黑色的 这台是个四驱版 所以是4x4有这个 这台车有一些配置了 或者我们一般讲的顶配了 所以拿来给大家举举例子 那正好可以看到的 到后影像 前后都有到后的雷达DD 那这个也加了拖车组这一套东西 另外一个运动版肯定 它这个标准就是双排气管的设计 那双排气管配的是一个5.7 V8的HEMI 那大家知道克莱斯最出名的HEMI V8引擎 全是最好的V8引擎之一了 唐大叔说过对吧 运动版是应该最多人喜欢 它是有原因的 第一呢 灯的开始就LED灯了 20寸的轮子 第二的话 这种运动的感觉 前面的这个Sport hood 我们讲的 那这个东西 那里面的配置也很多的 一会我再跟大家细讲一下 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把钥匙 对吧 这样的钥匙呢 一看就知道是有Keylight Sentry功能 也就是说钥匙只要放身边 口袋里 钱包里 或者包包里面 直接把手放着 锁车的时候呢 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开的时候呢 手一放在这里 车子就会打开了 那再来的话呢 唐大叔的习惯一般会用远程启动 按两下 对吧 一般出门前30秒钟 对吧 准备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把车暖起来 这样也是个好习惯 如果你不用 按两下打开 如果说忽然想起来不用 就按一下关掉 另外的话 如果这个一直没来开这个车呢 五分钟以后 一般这个车子也会关掉 还有的话 就是说如果油不多的时候 它是这个功能会帮你自动把车关掉 不要浪费油在那个暖车上面了 对吧 大家要知道这个运动板 其实是有两个的 第一的话 它标准的就是外面是皮一圈 然后下来以后呢 这里是一个不运动的车 它很多都是这样子 肌肉车 这样不会人滑来滑去 但是呢 你也可以选升级这个全皮椅的 很多人喜欢全皮椅的 那选了这个之后呢 同时你除了刚刚说加热椅 那个加冷也可以了 有个风扇在下面 凉凉的屁股那里 那再过来看呢 这台车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自动头等肯定了 配了LED的 那再来蓝牙那些东西 肯定都有的 对吧 这个车唐大叔刚刚说了 配的八速变速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有个别情况吧 特别拖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手动模式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加减 顺便一提八速变速 进来之后呢 咱们看到的这一套 唐大叔前两天又做过一个 U-Connect System 这个已经是 是2018年升级过了 所以里面会有Google CarPlay 各方面的东西 那一进来车呢 你打开车 它给你个机会 可以选冷椅热椅 还有方向盘加热 可以快速按进去 那不然的话 进来之后呢 就会像智能手机一样 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选 听歌啊 各方面啊 详细呢 看我前两天做的视频吧 那这台车作为顶配的皮卡呢 还有另外几个东西 除了对吧 你看到这个就是 八速变速的意思了 同时呢 在运动版上面呢 你是有 其实这个 All-wheel drive Auto 是等于说 我们一般说全驱模式一样 这台车首先是个真正的四驱 4x4 也就是四个轮子一起转的 你打开的时候 但是呢 你用这个的情况呢 这个也是在行驶过程中 从两驱后驱 变成全驱是可以 50公里以下吧 这个速度 你是可以随时调的 那另外呢 如果真的下雨了 沙尼亚这几个情况 你可以真正四驱打开 但是你等于说 一般的车上 不会有两个都有的 全驱 All-wheel drive 和真正的4x4都有了 那刚刚咱们后面看到 有拖车的 所以这个我前两天 也做过视频 怎么去用这个 trailer brake control吧 那这个可以去看一下 刚刚说了 有些人呢 喜欢用硬件 对吧 我要按得到那种 触屏的不喜欢用的 那这几个快速的 加热方向盘 冷热也都可以了 同时你要拖东西的时候 那可以配合拖模式 那这个当然 你要玩甩尾的话 就把这个车身稳定关掉了 不然默认是打开的 对吧 那再来的话 前后都有滴滴滴 一般我们拖东西呢 在后面的时候 为了防止它误报 可以关掉 或者说在自己家停车库吧 那位置我都比较清楚了 我不想这个车滴滴滴 太吵了 晚上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再来的话呢 到了这个级别的公洋 倒气公洋皮卡呢 其实从SLT以上呢 它是有这块三插口 这是个非常好的功能 那直到现在大家智能手机嘛 一直要充电 甚至把电脑拿在车上玩的时候 你有这个三插口了 是非常好的功能 那这些呢 一般唐大叔说 可以放放文件啊 什么的 如果弄脏了 拿出来敲一敲都没问题 这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这个150的到这级别呢 所有核心东西 基本上差不多了 除了一个 所以这里看到 那唐大叔之前视频 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这个升降 Air Suspension这套系统 那在这些上面 标准都没有了 那只有那个Rebel 还有Limited是标配的 其他当然如果你要定做一台车 是可以选到这些东西的 那所以这里目前是空调 再来到这个级别之后呢 咱们就有这个Central Console了 那也顺便一提 那皮卡的话呢 低一些级别 它是可以前面有三个座位 但是这些高级别一般都是用了这个中间的 这一套Central Console对吧 那是个非常不错的 首先这空间非常好 这里放手机效果也非常好 杯子就不用说了 这里放两个 前面边上可以放两个 一大一小 而且那个材质是软软的塑料很好 再来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超大一个 对吧 这是第一层 打开以后可以放点零钱 放文件 这边有蓝牙 有听歌的其他方式 插SD卡 USB 都可以插充电什么 那再来呢 你第二个打开的话 就是下面 一个超大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这个唐大叔觉得非常不错 你看 手放就可以放很多东西 所以中间是等于说五个座位了 那皮卡来讲啊 唐大叔的话说 有这个SUV的舒适 有卡车的功能性 还有这个有点小车的油耗吧 因为配了这些时候 这个油耗真的不错 另外的话呢 公然皮卡后面这个后排设计 我唐大叔挺喜欢的 第一呢 你两边左边右边分别都有这个地方 都是一样的可以拿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 我一般开玩笑说左边可以放垃圾对吧 那右边可以放点冰放个啤酒 这个看上去放个那种正常啤酒四五瓶是没问题的 都是防水的嘛 又可以拿开的 第二的话呢 这边下面可以藏一些围禁物品 如果你过海关啊 从美国加拿大边境呢 藏个 不是我说的啊 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贵重物品吧 对吧 有些怕人家看到偷东西的 所以放在这儿 当然闯关的时候也可以 那这块东西呢 大家看到了 有两个功能 第一呢 那有时候我们买完东西之后 包装比较大嘛 对吧 我们需要平一点的这个地方来放 那你可以那边也是一样 弄好了之后呢 整个地方就平了 然后把这个拿起来 有很多人家里养狗的人呢 再铺个垫子 狗狗在后面 那第二的话呢 一个架子放好之后呢 小朋友特别家里三岁到七岁之前吧 他们弄了婴儿椅之后呢 对吧 那脚可以放在这长途旅行的时候 不用在那晃来晃去那么累 所以这是两个功能 接下来呢一把款都开始出来了 唐大叔呢 也会一一跟大家讲吧 多讲点皮卡吧 回头新的吉普可能也出来 再跟大家继续聊 好吧 希望呢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还没订阅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唐大叔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那最好留言区跟我互动 不要给我差评了 当然如果朋友喜欢皮卡呢 对这个东西正在了解和学习呢 可以分享唐大的视频给你朋友看 还有呢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呢 可以来找唐大叔 买吉普买皮卡 或者克莱斯的其他产品 支持一下业务 那当然呢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